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有没有互相隶属 要消灭中华民国的是民进党 还是共产党 你们是不是主张要取消总统直选 或者是要把总统虚伪化 我们主张的九个共识 是在中华民国宪法 所有的共识都在这个宪法底下 大家已经面临两岸紧绷的状况 你要惊奇你的台独 那你怎么让两岸走下去呢 内阁制 是一个修宪改变的机会 所有的内阁制是大家有共识 修宪往前走的一条路 两岸一家心我在2015年就提过 这只是对大陆方面表达一个善意 不知道你的幕僚有没有跟你讲 你刚才有诗言 你说把中华民国当作是两岸的户国审山 这到底是要促进和平 还是要给台湾带来灾难 中华民国是要给台湾带来灾难 那你不要选中华民国总统就好了 中华民国目前修宪太困难了 所以要从宪政场合 所以第一步应该是什么 行政院长的任命应当得到国会多数的同意 这是第一条 第二 总统到立法院去接受国情报告 也接受立院党团的咨询 第三 部会所长的任命 先经过立法院委员会的听证 你说不是习证 是怎么不败房屋税 我都有败 你今天还要更坚持不施违建吗 现在这个胡市长没有问我 就变成帮忙打他 你知道 你现在要说你要公益信托 没有建造 没有死灶 没有产权 你要怎么信托 这件事情到现在 我已经看不到赖清德 他已经被谎话淹没了 所以是这样嘛 认错就好了嘛 你说这个就是民进党执政傲慢 最让我火大的地方 我不认为侯市长 有资国说我们家的房子 其实矿权废址之后 矿剧念的房子 没有得到妥善的帮助 这个是最主要的原因 柯主席 我们家的房子你很清楚 跟你们家的违建是截然不同的 你们知法犯法盖违建 我已经交付公益信托 这个就是我的诚意 这个就是我的诚意 现在美国政府已经明确表示 美国政府不支持台独 请问你如何务实的推动台独 你在前天的证件发表会 说一个法度是台湾应该要走的路 你当行政院长 为什么不把他取消掉 请问侯友宜市长 为什么中共还替你做假民调 你觉得中国共产党 为什么这么支持你 守护台湾稳定两岸 也会促进印太的和平 这个就是我的使命 台湾没有废不废止 EGFA的问题 只有中国拿EGFA 进行以伤逼政 企图谋取选举利益的问题 中华民国也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 这个就是台独的定义 奈青德主席 你昨天说 你们家的委属 我一听都听不下去 你怎么知道 放更那么多年了 你为什么你当立法委员 你当行政院长 你都没法改变一下 你再来责怪地方政府 另外柯主席在说 中国借钱 这个假民党 我跟你说 这一行 国民都没关 不要涉嫌在话吧 我13位候选人 唯明切表达 我反对费死死刑 你们两个是机器费死 还是反费死 很多人不希望费死 费除死刑 我理解大家心中的不安 但我们人应回到问题源头来改善 最好的形式政策 其实是社会政策 你刚刚谈到我们家的房子 当然民众可以这样讲 但你不行 因为你是地方政府的首长 你手上握有都市计划 检讨的权利 你从来都没有提过 死刑在华恩地区 这是有文化基础的 可是要面对世界的压力 怎么办你知道 我目前想的是 在折中放案只有一个 不执行死刑 那你就真的要忠贞监禁 不能放出来 还是要问代兴德 新潮流的大佬 无奈人担任台唐董事长 亏空遗言被起诉 你说如果他有罪 你要退出政坛 现在人都关了又出来了 你现在怎么办 你什么时候要退出政坛 好 我问侯市长 你连任没有多久 就开始跑总统行程 要求要提供你的请假记录 你们都不给 要换存三十年吗 我们三个都做过 直较式的市长 我们做要有效率 我的公投是新北 一都超过五都的总和 我也盖了26公里的捷印 26座的车站 我今天为什么会出来参选 就是都在民进党 很多卡 我们的建设行政效率低落 往我来做 绝对不分难力 一直拚下去 如果要谈诚信的话 南白河六点协议 签了都可以作废 其实三个人里面 你是最没有资格谈诚信的 无奈人的这一个 包括洪奇昌的案件 我是看过判决书 我认为的确是有问题 再整之后的结果 我们就尊重 胡贸易协定 十年前被太阳花学运 给他挡掉 不管是侯市长 或是柯主席 都重提十年失败的政策 要重启胡贸 请问目的何在 同时呢 你们的能源政策里面 核电要占到百分之十以上 这要盖到核八 请问你要盖在哪里 太阳花学院是反黑箱 不是反胡贸 搞清楚 当时太阳花学院 民进党答应的是什么 要通过两岸协议建设条例 你今天民进党执政快八年了 只有民进党不想通过的法律 没有民进党不能通过的法律 再来核电的问题 其实大家还是要诚实面对这个问题 因为台湾的半导体工业 已经超过GDP20% 很不幸它高耗电 我们的确没有办法写 那个核灾的那种应变计划 有时候我们真的要很诚实 跟老百姓讲说 今天国家困难就是这样 我们怎么办 到马路上也可能被车子撞到 难道你永远不上马路吗 反非时讲两位天 两个的态度无女两可 要做国家领导人 说清楚就要往哪里走 不要在这打模糊空间 有了两岸经贸政策 我是不及全球 两岸要继续要再走 但是要有两岸协议监督料理来感动 八年了你也不负贵了 作为医师 高端疫苗你真的同意吗 别人我不会怪他 我会问你 因为你是医生 我也问侯市长 其实黄国昌公布他们家的赖皮疗控造图 其实新北市政府早就有了 你为什么不拿出来 你如果认为高端有问题 你是医师 你可以提出到底问题在哪里 移送检方去办 就我所知道目前 并没有任何弊端出现 你如果还有进一步的证据 我鼓励你不要停止 待会离开的时候就马上去 地检署按您控告 合约的部分 我赞成应该要公开 所以这个时候把这个合约公开 我认为人民有知道的权利 而且也可以避免不断的恶意的攻击 未来我承诺 我动算 我党产归零 彻底解决 党产的问题 尤其你在说 63个高端放在 还是说办完 你去问人民 高端办完了吗 不然我做总统 我是解密 是该处理 我也处理 侯市长 你神通真的广大 一间房子竟然可以申请 99个门牌号码 全国没有一家旅馆或民宿 有能力这样做 连基本的利益回避 你都做不到了 你还谈什么拘束正义 柯主席 你们一家人都很喜欢买农地 你们家说买农地是为了要开业 那为什么几十年的租金 你却说你完全不知道 完全不知情 我新专那个土地 是因为我们前面跟后面两块地 临在一起 已经将近六十年的老房屋 我重来不想去担担 也不想去使用 我们能占到隔壁林地的土地 要还人家一个公理 说我给这融机奖励 我故意放放我得利 我253、254两个地 都不符合融机奖励的地方 说我在草地皮 我在内地 算起来不算这样 赖清德当然你可以不炒土地 我跟你讲 黑帮老大都不需要自己动手的 你们新专流在旁边那边 你不知道 我也承认我爸爸帮我买那块地 那块地是农业用地 不能盖医院的 我爸爸一直很希望 我有一天可以回新竹去 我爸爸最大的愿望 就是我当新竹医院的院长 所以说这么多年来 人生的际遇 我就是没办法符合他的期望 不是买土地就不对了 赖清德先生你曾经说过 赵物员三万多的薪水 你把低薪叫他就要做工程 事实上民进党执政这八年 新建案推出来八十九趴 比他做总统的时间二十二趴 马上做总统的时间三十九趴 好 你们自己做房价就一直标 因为因为何市长没有问我 我只要清唱你知道 五年前就五缺 现在是五缺 我过来十几个月 第一地是遇到有缺氮 我们不是要从此选一个好的总统 然后从此王子与公主 就过着幸福快乐制 我老实跟你们讲 我们只要选出一个人你知道 比正常的 坦白讲 不要贪污不是一个美德 它是基本条件 什么在我们台湾 不要紧 别贪太多就好 还有人跟我讲说 不要紧 贪污有罪的事情也可以 这个就是我们国家的问题 其实我们就要让这个国家正常就好 我们不可能一天改变这个国家 但是不能幻想说 你什么事都没做 这国家会改变 四十年没改过的军队 没可能四年改过 我知道 但是你现在不做 四十年后还是一样 你说这个是国家大政 在讨论 不应该谈房子 可是今天这一场辩论会里面 最先谈房子跟土地的是侯市长 第二个是柯主席 我在深论当中已经清楚说明 我的国政蓝图 还有未来要将带给国家 走向什么样的一个方向 柯主席今天也讲 就是说国民党地方的牛鬼蛇神 要用他的时候就怎么样 不用他的时候就怎么样 柯市长第一次选台北市长的时候 也要求新潮流的支持 新潮流后来看破他的手脚 从此之后 不断地在抹黑造谣攻击新潮流 侯市长特别提到了 三万块钱的那个造福员 他们的薪水都已经提升到 四万多块钱 我当时的说法 不是你刚刚所指称的那个样子 咯 適抜不对 哇 咯 说法 呀 咯 咯 咯 瓶 咯 咯 咯